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第2600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唐庄老头满脸的恍然 短暂地思考了一会儿 又问 小先生 那你知道这神医文什么时候会出来吗 咱们又该怎么样把气围堵在一空间之中呢 不知 这个才是咱们接下来需要一起探查的事啊 好 那咱们一起调查 唐庄老头立刻便点头答应 随后二人闲聊了一会儿 唐庄老头坐下 跟张凡喝了一口 在这个期间里 张凡给武军冰了一条短信 大约十多分钟后 张凡手机响了 来电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武军 喂 武长老 张凡恭敬地把电话接起来 与此同时 还故意偷偷瞄了一眼 唐庄老头 看到张凡这个眼神 唐庄老头眉毛一条 夹了一片酱牛肉放进嘴巴里 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在他看来 张凡口中这个武长老 便是宗门高层了 要不然的话 张凡也不可能如此地恭敬啊 小凡啊 那两地真有眼泪 可不能落入外人的手里啊 听筒里传出了武军的声音 一听这话 张凡立刻起身 看了眼唐庄老头 迅速进到了卫生间里 唐庄老头手中的筷子一顿 皱着眉头望着卫生间的方向 大约三分钟后 张凡从卫生间里面出来 他望向唐庄老头 尴尬地笑了笑 唐庄老头的脸上也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整个房间里面的气氛 显得颇为尴尬 张凡坐下 主动给唐庄老头倒了杯酒 笑道 来 喝酒 二人轻轻碰杯 唐庄老头将杯中酒 一饮而尽 放下酒杯 唐庄老头直言便说道 刚刚给你打电话 是你们宗门的五长老 想要那真龙眼泪 张凡看了一眼唐庄老头 轻轻点头 你们不想再和我合作了 想 张凡甜甜嘴唇 听到这话 唐庄老头苦笑道 如果不是我听到了你们间的谈话 我这被卖了 还兴高采烈地帮你们赎钱呢 你们宗门这招谢墨杀驴 玩得可真溜啊 诶 紫言差异 怎么 谢墨杀驴这个说法 有错吗 你这个说法不错 不过主体错了 想谢墨杀驴的不是我们宗门 而是那一位武长老 哦 那 唐庄老头的眸光 微微闪动了一下 张凡端起酒杯 将杯中酒 一饮而尽 老爷子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我觉得你人不错 你想要两地真龙眼泪 应该也是为了要恢复你心目中 位置比较重的人的阴魂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电话之前 咱们早已达成了合作关系 所以这件事情 我站你这边 听到张凡这番话 唐庄老头脸上闪过了一丝感动 不过紧急着又是苦笑 谢谢 可是光你的立场站在我这边 这可没用啊 哼 谁说没用 这 此话怎讲啊 五长老的意思是 他会在宗门派的人手里 安排一个他的人 等获得宝物之后 直接把两地真龙眼泪 从你手中夺走 但宗门什么时候派人过来 还需要等我的消息 只要我的消息不到 宗门就不会派人过来 听到这里 唐庄老头因为焦虑 敲击桌子的手 陡然间一顿 眼珠子微微一转 小先生 你的意思是 在你传回消息 或者说是宗门派人来之前 就抢先把宝贝搞到手 没错 只有这样你才可以如愿 不过如此一来 咱们就不会再有帮手了 张凡并非是宗门弟子 真的让张凡请宗门的人过来帮忙 张凡可就要露馅了 所以他必须提前把这个隐患给消除了 说白了 刚才不过是和武军表演给这个唐庄老头看的 没事 只要能获得两地震怒眼泪 受点苦 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说白 唐庄老头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眼神当中带着审视的 打亮了眼张帆 萧先生 那这么一来对于你可没什么好处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 对你没有好处的事 谁说对我没有好处 今天我帮你 是为了将来有一天 我碰到困难之时 你可以伸出援手 你应该明白 有些事情 我去做并不合适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咱们合作愉快 说着 唐庄老头把手伸向张帆的方向 张帆微微一笑 与唐庄老头把手握在了一处 之后 唐庄老头又和张帆喝了几口酒 便离开了张帆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起来 张帆再度去了景区的五色海 龙温居邻镇 依旧还在五色海的一空间里面隐藏着 张帆则开起看余眼 进行观察 那六块真龙尾 依旧还呈椭圆形状在盘旋 那条神医纹 也是随之移动 张帆此来的目的 便是来观察神医纹 将会从哪一个位置离开一空间 只有找到这个确切位置 他们才可以把神医纹 围堵在一空间之内 很快便到了上午十点 一空间中的神医纹 依旧还在跟随六块真龙尾 一起地转动 并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 张帆足足盯了半个小时 神医纹仍旧不曾有任何的变化 看来只好等下午三点了 张帆刚刚从隐蔽的位置走出来 到了五色海的邪眼位置 便听到耳边 传出了一道沙哑的声音 小先生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唐庄老头 小先生 出来探查情况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咱们一起过来多好 人多力量大嘛 唐庄老头满脸笑意 这次 他带了夹克男子 一并过来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